彰化有一名六十歲男子 他時常搭乘台鐵區間車 但是只要一碰到車長來驗票 他就會說自己頭痛頭暈 需要去就醫 光是在花壇火車站 他已經搭乘救護車就約六次了 那麼從今年一月到十月份 一共是造了十八次的救護車 現在被批評了 難不成是借病來投票嗎 甚至還被質疑是濫用救護資源 救護車開到彰化花壇火車站前 讓坐在站前護欄上的男子躺上單架 送往醫院 而他不僅是消防局常客 更是台鐵頭痛人物 因為這名六十歲男子 經常搭台鐵趴趴趴走 但遇上車長驗票時 就說頭痛頭暈要求救醫 在彰化花壇大村園林等四個火車站 都有送醫紀錄 甚至從今年一到十月 共叫了十八次救護車 愛紅是借病逃票嗎 浪費救護資源 這種行徑也讓民眾看不下去 雖然他搭百萬代步車 救護車還當成免費小黃 嚴重浪費社會資源 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排除 患者是否有腦血管急症等 其他的一個狀況 因此救護員還是將患者送往醫院 消防局救護車是沒有收費的一個制度 但是民眾如果是一個謊號的 一個行情的話 依照消防法是可以出三千元以上 一萬五千元以下的一個罰款 消防局表示雖然男子球員次數頻繁 不過秉持救護精神 人會將患者送醫治療 同時也提醒如果被發現是謊報 可依消防法開罰 在林毅峰 張華報導